第十四题 俊杰创作一个原子模型示意图 假粒子环绕在乙粒子周围运动 与现在所知的原子结构相比较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是原子的行星模型 在外围环绕的是电子 电子带负电 所以选项B说假粒子不带电是错的 而乙呢叫做原子核 所以诸说乙粒子代表直直是错的 那么原子核是由直子跟中子所构成 所以选项C说 乙粒子不可以再被分割也是错的 而我们知道我们上课教原子的大小 基本上是由电子也是假的活动范围 运动范围来决定 所以呢选项A呢是对的 所以第十四题 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原子的大小有假的运动范围来决定 我们答案选了